你们催了好久的iPad推荐 今天终于来了 因为小杨一般都是出的iPad Pro系列比较高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就首先推荐一款非常值得购买的 有高刷的iPad Pro 我手上这款的话就是iPad Pro 2 那么它的话是10.5英寸 然后它是这种属于相当于这种窄边框的 虽然说是一种传统的非全面屏 但是的话打游戏的话 我觉得比那种全面屏的话要更好一些 而且它是采用的A10X处理器 性能基本上是等同于A12处理器的 那就比现在的很多舒服系列的iPad性能要强 关键是它的价格还是十分便宜 要注意它是有高刷屏的 像iPad Pro 2的话 现在64G的只要2099就能入手 如果说你嫌内存小了想翻个4倍 我手上这台256G的iPad Pro 2的话 也只贵400块钱2499就能入手一台 这种橙色这么新的 256G大内存的高刷的iPad Pro 我觉得的话不管你是看视频还是搞学习 日常的话是肯定够用的 然后打游戏的话 我就得吃鸡王者原神 这个三件套的话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注意了这个天线袋没有 这个天线袋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着它能够插卡 插卡能代表它就在外面不需要连WiFi 直接用流量也能正常使用 2000元档位的iPad Pro系列 你还能找出比它更有性价比的平板吗 我还能够插卡能代表它就最后能够插卡能代表它 还能够插卡能代表它是正常的